我到底欠你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 我要让你顺服我 你只要杀了他 才能做一个无牵无关的自由人 杀了一个恶人 便是功德基础 知秋就是你的男人 你应该好好地管教他呀 他不拿我当媳妇 我也不拿他当丈夫 他赌他嫖他出丑他丢人 都是你们业家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韩雪不是你的亲手妹妹 你说 你说什么 韩雪 叫德公公吃饭吧 我不去 快 韩雪快来啊 老爷 你怎么来了 快来人到 快来人到 老爷 病了 快来人到 快来人到 快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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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爷 病了 快来人 快来人到 老爷 老爷 病了 老爷 病了 老爷 病了 妹妹 听说德公公中风了 这麻烦来了 姐姐是说那个含血 要给德公公吃苦头了 把她嫁给德公公 她是一百个不愿意 这德公公一倒下 她还不想法子兴风作浪 做点报复的事 真有这个可能啊 要不咱们去给她做做规矩 姐姐 为了一个太监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不是为了一个太监 凡事要大处找眼 小处找手 这事怎么能轻易放过 姐姐哪里看出 大处来了 眼下正是皇朝复兴的 结果眼上 咱们时时刻刻 都要做出 笼络人心的姿态来 这一给宫里的人看 二给宫外的草民看 我们屈尊去探望一个太监 就可以让反对皇朝复兴 和亲望皇朝复兴的人 都留下我们皇室贵妃 亲民的印象 四两勃千金 何乐而不为啊 姐姐 我真是服了你了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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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我来吧 要是在平时 说什么我都不会这么做 主要是因为这次 也是我不好 我让你生气了 我就应该担这个责任 我 不 不是 行了 你就别说了 我就全当是替我父亲擦身了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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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谁要你的钱 你自己拿着吧 以后啊 用钱的时候还多点 我怕到时候你给我了 你还得要回去 你还要回去 我回来回来 你还得到家门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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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你别起来啊 来 慢点 唐妈 赶紧 给德公公更衣 这就是王公里的王公公娘娘 贵妃娘娘 是啊 是啊 还是借过了呀 王公里的贵妃娘娘 竟然来看望一个老太监 这真是天和地夹起来的大面子 是啊 要不是民国 再向拉维斯塔 你记得着娘娘的丛容啊 王公就是王公 王国妃娘娘 贵妃娘娘吉祥 对 牛肉菜 二位 娘娘 德公公 你身体不是就别跪了 不用跪了 我愿意啊 好 德安 你身体还好吧 女娘娘化 身体 还好 本公带了些补品 给你调养调养 谢娘娘 德安 这是我亲手提写的扇面 赏给你了 赏给你了 快变天了 皇朝复兴就是眼皮子底下的事了 到时候我再把你接进宫去 我 娘 你好久 老奴 不一定 能回去了 只能 能回去 老奴的身体 也 也伺候我家娘娘了 韩许 韩许 德公公就交给你了 你好好伺候着 如若有什么闪失的话 本公拿你试问 娘娘如果不放心 可以把德公公带回宫去 找人伺候着 怎么着 本公多关照几句 你就反唇相击 不敢 只是韩许 把德公公 当父亲一样地伺候着 这能有什么闪失呢 大胆 本是饭菜夫妻 何以乱尊父辈 父为天 为大 尊崇辈之 韩雪带公公像父亲一样 这难道有什么不敌吗 韩雪 不要伶牙俐齿的 看你的能耐吧 你能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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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尔子 皇帝的战争 很大 是 杳君是 强调了 你能耐吧 中国的行政是很好的 你能耐吧 前面 一定会有战争 我看来 是不一样的 黃先生 請一歩倒達一歩倒了 河嶋さん已經成為中心中心了 犬江先生 說的為《於邦祥哭獎》 那我們現在已有關的招待 請多多小孩 讓我笑一笑 是的 但是 我的生命失去了 現在哪裏 有在哪裏 我 絕對見不見 走 德安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这 这 说 老龙有个不情之情 脚 好 老龙想请一个议旨 请什么议旨 请娘娘 带了 赐老龙的议旨 只改一道赵书 改什么赵书 让心涵学为老奴的女儿 好 余德安 大胆 放 娘 娘 人 真 行呀 一个认女 一个认父 本宫好人做到底 既然你们做不了夫妻 那就做妇女吧 娘 娘 娘 你 百嫁回宫 一呀 你怎么就同意了呢 却当着众人的命 好人只能做到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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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了 宫待 王典 你不要这上面 你 من这块上面 我看下你这个美串面 真是包吻天雾 娘娘好糊涂 也不知道那些串蜜 心里在哪 这是有人打公主宝贝的主意 这次会给娘娘所为 干爹 如果你再进步的话 我 不去 再也不去 宫贞的月子 不是赢过的 我 今天我许愿了 买这句 皇宫的心情里 对了 干爹 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宫啊 就是 我 老家 在 古北子 飞山下 我娘 生日 是 第六个 孩子 在 十 后 回 天 告诉了 外面 三个月子 然后 我 看 我 都受人了 你 在我 就这个时候 我娘病中 就托了她 她 帮我带到 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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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尊 强 而 父亲 人人都说太真坏 可要谁知道 太真的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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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宫里 逼出来的 大夫的女巫女 也不是 为不归的 不惯也能让我也是 真没想到 干爹 您受过那么多的苦 我 明月 我 我 我带过你 但是我 我从心里给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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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这样 那你当时 为什么要娶我呢 我不可以 你 你 你又会 出来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还给你娘娘 只把你当作了 替她羊 你 她对那些事情的善悦 对外面有个交代 她 还有个死心 什么 什么死心啊 为了 让情商空月 被你死了心 初始 看 可 将为哥哥生好 我 我知道你愿 才生了个 值得 救你的 不妥的 职策 干爹 是我错怪了你 嗯 干爹 之前 我做的那么多事 让你生气 你千万不要怪我啊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深圳 好 哈 啊 走 我 你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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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蚊子啊 小时候 我娘给我念蚊子 她吃过暗潮 还有汤符 甚至 那 那野草 变成 汉子 给我 然后 娘说 她可以 吃完 我 还可以吃些 与爱草的味道 飞香 鸟的味道 我 不 我回来了 你们二位想要盘我留店面吗 是啊 我们看到了贵店的转让告示 觉得价钱还可以 所以前来跟您恰排一下 那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转让天明呢 还真不知道 我们是红月善庄 在这开了一个销售店 生意呢 一直很清淡 所以我们的掌柜呢 执意要赚了 这一点呢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生意清淡 什么原因啊 今晨的气候都被凉爽 今夏天一季 我们的生意是做不成的 可是扇子 不光是有使用功能 它还有一定的装饰功能和文化功能 不管是文人雅士 还是社会名流 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把好扇 因为通过这把扇子 可以体现他们自身的修养 那都是太平盛世的解 如今这兵荒马乱的 哪有这幅好心境啊 医生 你看 杜鹃 我看这个店咱们要了 最起码这里人流量比较大 用心做还是能做好的 这个店我们要了 干爹 我去街上买点艾草和畅头 你 城里头 有香香的野草 出去转转 总能找着的 那我去了 你也歇着啊 那 小心 是 咱们把店面啊 好好使得使得 在这个位置您能赚钱 是不是 好 老板 请问你这儿有没有艾草和畅谱做的扇子呀 没有 我们这儿从来不做这种扇子 那 您知不知道这附近 哪里能买到艾草和畅谱啊 出门网东有个集市 你不妨去看看 好 谢谢啊 你闻闻 是不是这个味道 是 是 我 要闻着 家乡的味道了 姑娘 你真用心 干爹 我已经想好了 我决定啊 用一小部分 给你晚上点着曲纹用 另外一部分呢 我想做一把艾草扇 您说好不好 那我现在去做了 你在哪儿 上海里 溢水 是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娘娘 张栋真的复辟了吗 臣等受大清的皇恩已成就此前古不灭的大业 辩子军已经进城占领各地要处 皇上又开始了 万事俱备就等皇上重新登位 皇上 农与太后不忍为了一性的尊荣让百姓遭殃 才下诏办了共和 谁知办得民不聊生 看来共和不和咱的国情 只有皇上复位 万民才能得救啊 这年龄太小 无德无能 怕当不了如此大任哪 皇上 您的这番话多么成熟得体啊 皇上就是皇上 臣美宝座 如此年幼 竟如此的英明 康熙爷 八岁不就继位了吗 做出那么大一番事业 有奴才的辅佐 皇上您也一定是千古流明的圣君了 那朕就重登皇位了 万民恭敬皇上登位 庆皇上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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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恨回家来 都已经过去了 而且 我知道您都是为了我好 对了 韩雪现在好吗 她还好 你不要再去打扰她了 好了 我们不提这些了 儿子 让父亲好好看一看 可以了 也结实了 成熟了 这次王朝复辟 在中国历史上 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吧 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参与其中 对了 皇帝登位您怎么没去 那是中国的事 跟我们无关 我本来还挺有成就感的 你这么一说我 儿子 你应该有成就感 因为你毕竟 在这个大事件当中 有过勇 波及过风浪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你来说 都应该有 骄傲的资本 婆婆 我们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我们只是新店要开张 你就先留在这儿啊 婆婆 你就放心地在这儿住下去吧 食宿我们都已经交过了 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好不好 婆婆 我们一直都在找二小姐 这新店开张 也是为了让二小姐 有个认为的地方啊 你说是不是 对啊 婆婆 别急 想不想 行 我娘的味道 又回来了 干爹 现在还不能沉 还有几道工序也没有做完呢 这样会散掉的 就这样吧 不行 要做啊 就得做最好的 你先拿着 我呀得上街去买点拉线 张大帅经过 所有闲人避开 走吧 我这就是 你怎么走 我这就 pret 我有点准备他们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都回事 你给我回事 你不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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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君爷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变天了 这皇帝都都为了 没看见大街上戒严了吗 君爷 不管怎么变天 老大心得活呀 为什么管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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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斗证 确保 镇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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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韩雪姑娘还不回来啊 张大帅复辟了 这街账乱得很 也不知道韩雪姑娘要不要紧 去看看去 是的 听听话 老爷 韩雪姑娘回来了 干爹 张大帅复辟了 你还回不回宫了 宫里的日子 你就翻个一看 张栋怎么做 我怕是兔子一半尝不了啊 我这把年纪了 想过个清闲的日子 这里清河 宫里的不去 也罢了 妹妹 皇帝重登龙位 咱们两个就是皇太后了 当年两宫太后同治中心 咱们也得好好谋略一下 好在史上留个名啊 姐姐说得极是 姐姐是有什么打算吗 张栋是皇朝复兴的功臣 她手上拥有重兵 是咱们能依靠之人 此人可要好好的掌控在咱们手里 姐姐的意思是 我们要想赐她金玉良田 这个她太多了 不稀罕她 那给她个官吧 封她个二瓶 皇帝早晚会封的 咱们又何必画蛇添足呢 那我们还可以拿什么笼络她 最好在她身上绑根线索 让她跟皇室联姻 姐姐这是个好主意 可是我们选谁家女子呢 当然是我们皇室的女子了 妹妹 你身边可有合适的人选啊 我身边 好像没有 姐姐你这儿呢 薔薇格格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薔薇格格他不是喜欢锦上空月吗 无缘哪 韩雪赐给了德公公 锦上空月还是不爱她 薔薇格格可是姐姐的心肝宝贝肉啊 把她嫁给上了岁数的张栋 姐姐你舍得 当然不舍得 可是眼下的事要紧 一切要以江山为重啊 可是薔薇格格正值青春 七年欲貌又是个烈性子 她能答应张栋去做她的四姨太太吗 这事有点麻烦 可是说一千到一万都是为她好 我去和她好好说说 好好说说就能说通了 一定要说通 妹妹 这事我不好开口 麻烦你去和张栋提亲 嗯 娘娘 臣不敢 臣不敢 臣不敢的 行了行了 起来吧 谢娘娘 这事由余皇贵妃和本宫做出来 这事由余皇贵妃和本宫做出来 也是看在你对大清朝的耿耿中心上 对你的奖赏 谢娘娘 姑姑姑 你是要傻了 怎么说话 姑姑这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 你让我嫁给一个半老头子做姨太太 格格 张栋是皇朝复兴的功臣 大清如果起死回生的话 娘 张栋的前途无可估量 你想一想 现在大清处于风雨摇摆之中 皇室的贵族 有哪一个能靠得住 虽然你现在是委屈了点 但你要是拢住了张栋 你这后半辈子 风衣足食 你还愁富贵吗 又管了姑姑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张栋的年纪可以做我爹了 你怎么忍心让我讲的 你怎么忍心和姑姑 姑姑这样做总有道理 你的道理 无非就是让我成为你大清处 不必离开姐姐 你要这样想也可以 我不敢 你好好想一想 不想不想不想 你一定要想 你怎么忍心 你怎么忍心 我忍不忍心 你怎么忍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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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医 黄贵妃可要紧 回禀娘娘 黄贵妃娘娘无碍 只是气欲心揍 气血功脑 引起晕眩 黄贵妃心里不痛快 郁闷着呢 那我给黄贵妃娘娘抓药去 去吧 黄姑姑 你好点儿了吗 都是我不好 惹你生气了 妹妹 我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所有人都下去吧 留下格格陪我就行了 那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格格 姑姑心里边急呀 我先告辞了 黄贵妃已经去跟张栋提亲了 你这里又不答应 姑姑很为难 所以我才 不 我才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是觉得很委屈 姑姑心里何尝不委屈 让一个如花如花似玉的格格格 去嫁给一个老男人 姑姑的心里跟刀扎实 可可一切要以大清江山为重了 咱们要竭尽全力 哥哥 你好好想一想 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大清的江山 你也为了姑姑 我已经关注了决定了 我已经关注了决定了 其实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吗 是 对 我和你也不认为一个人 你心里疯了 我刀都不刀了 宋伟师 你心里疯了 我自己不开心 我许挂心 stina 细心 带你